OK,那经过了紧张激烈的拔河比赛之后 我们刚才也是恭喜过了冠军队文创旅游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 有请知名经济学家谢国中教授 为我们做主题分享 喂 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 看到大家那么热情 对创业这么热衷 我觉得是给中国经济 带来了一定的一时希望 就是那个 中国大家都知道经济比较困难 现在政府的话 也非常鼓励创业 创新创业 这确实是那个经济要走出去的话 一个必须的一个要走出去的一步 我想我在这里说的就是说呢 就是 中国的话 创新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创新的人 对创业创新都是很困难的 它有一个大的环境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就是那个 对创新创业的人的话 对那个环境啊 对大事情小事情的话 我觉得都要 自己都要好好的思考的 我能做的就是说 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体制啊 各方面的话 大家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啊 现在那个政府呢 为什么这么主张创新 是因为中国的那个经济的话 是靠投资跟那个 出口带动这个模式的话 现在走到头了 中国经济的那个 最近几年的困难的话 都是有这个引起来的 08年之后的话 中国经济的话 进行了大规模的那个 投资的刺激 但是呢 效果的话是不明显 因为看到中国这个 08年到现在 中国的债务水平的话 可能上升了非常快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 300%的GDP了 在那个 08年的时候的话 现在总 债务的总共的规模的话 是08年 超过08年的三倍以上了 所以这个增加了那么多债务 但是我们看到经济的话 情况的话 形势的话不太好 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投资的话 效益的话不是很高的 然后呢 出口的话 环境的话 是出现了一个 极构性的问题啊 过去的话 就是中国出口 发展很快 是因为基数比较低啊 现在那个出口的话 已经到了很大的规模 要再朝上走的话 是很困难了 这是一个 它一个有一个 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在那个发达国家的话 它经济都 经济最近几年都不太好 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的话 收入的话 在下降 它收入下降的原因呢 也是跟中国有关的 因为 那个制造业的话 转移到中国之后呢 它自己的那个经济里面 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所以呢 就是出现了那个 那个收入的话 就是停止不前 因为收入的问题呢 所以引起了大家 对那个 对这个贸易的话 就出现了一定的反感 现在那个 欧洲和美国的话 就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话 是在抬头 所以朝前看的话 在中国的那个投资和那个出口带动的经济的话 是 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现在呢 因为 没有出路 现在政府的话 对 对那个房地产的话 依赖非常大 那个 那个房地产的话 就是 这过度的依赖房地产的话 对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 中国现在债务的一半的话 是跟房地产有关 而中国现在房价的 那个高度的话 中国房地产价格 跟收入的高度 超过了日本 在最高点的这个水平 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中国经济来说的话 是一个 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是 我们怎么朝前走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那个 政府呢 想就是鼓励大家去创业 是不是 创业了 就是能够 引起经济朝前走 我觉得创业呢 是一个 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但是呢 最最重要的是 中国经济的话 那个 它有个失衡 这个平衡的话 不调整的话 创业的话 要成功的话 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的经济的 结构的话 主要的是投资 投资的话 差不多一半的GDP 那个投资的话 它如果是 投赞一个 产能过剩的行业 不断地创造 那个 引起更多的产能过剩 那个赚钱就很困难 因为 产能过剩的行业 是赚不到钱的 而对那个 你投资规模那么大 消费的话 规模就小 所以对创业的来说 不管你是针对投资 还是针对那个消费 都很困难 你如果是针对消费的话 它是一个 消费盘子的话 没那么大 是吧 所以竞争很厉害 你对那个 如果你去做 跟投资有关的 比如说 为公司服务 但是它都是 它公司本身很困难 即使你产品 卖出去的话 它那个 给你钱的话 会拖很久 所以为什么 中国这个 做企业的话 应收账款的问题的话 很严重 就是跟这个有关的 所以就是那个 我觉得呢 政府在鼓励创业的话 这个没错 但是呢 中国政府还是要对 创业的环境的话 是要负责任的 如果你没有好的需求的环境的话 这个创业 你再努力的话 要成功的话 是不容易的 没有需求 你创业怎么会有成功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话 要走出去的第一步是要 要平衡 那个投资的话 中国投资的规模的话 要从50%的话 要降到30% 这个如果中国政府 能走出这一步来的话呢 那就对大家创业的话 就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了 大家就能够 就是那个 创业的话 成功的概率就会 就会高很多 中国现在 那么多人想要创业 那个需求环境的话 那么困难 这个我觉得是 这个对国家长远是不利的 你让大家都去创业 结果大家创业都不成功 这个以后的话 大家就 是不是还会去创业啊 如果大家就不去创业 这经济就死掉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 对大家的热情的话呢 和这个政府的话 不能够就是 就是 认为这个热情的话 是永远会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啊 你现在看到那个日本的话 日本的创业和那个香港的创业的话 都是热情是非常低的 几乎没有人创业 就是 过去二三 二三四年前也是有很多人创业 现在是没有人创业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撞墙了 撞墙了之后的话 新的一代人就认为 创业是不会成功的 他就不去创业了 就不去创业的话 经济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中国的政府的话 对那个大家创业的热情的话 是要珍惜的 是要 我觉得是应该要创造一个 一个好的一个环境 这个好的环境的核心 就是要创造需求 不能给 就是那个投资过多 搞得大家都不赚钱 大家都不赚钱的话 那创业的人的话 是不可能会 成功的话 是很困难的 你更不 我们更不能去搞 那个创业泡沫 让大家都会创业的话 就是烧钱 这个最近这几年的话 就是烧钱这个现象 是非常严重 而且把烧钱看成成一个成功的模式 就是那个 就是烧钱的话 你烧了几年之后的话 那个股市的话 也可能是对你的话 是不幸的 现在中国出现了 那个中概股 在那个 NASDAQ上市的中概股 都想回到A股来 这个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烧钱的模式的话 这个是在 在国际的金融市场里面的话 现在不被认可了 所以股价就下滑了 所以大家就希望 到那个A股来上市 而这些公司的话 为什么对股价那么重视呢 其实它公司的生存的核心 就是这个股价 因为它公司本身的话 是一个现金流是负的 它是需要融资的话 不断地维持它的 那个公司朝前走的 所以对为什么 它股价对它来说 是它的生命线 所以股价一低的话 它公司就死掉了 为什么这些那么多公司的话 现在要想回到A股来上市 但是A股的话 你不能把A股的话 就是看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摇钱树 你到了A股来的话 所有的呢 就把钱送给你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 因为A股的话 为什么股价那么高 现在A股掉了一半了 你看A股的股价 深圳的话 现在还是30多倍 创业版是50多倍 主板的话是14倍 主板因为都是银行和通讯 和能源公司 这些公司的话 股价都是很低的 是因为它生存的环境很差 所以这个14倍的话 并不是低的 跟其他市场的同类的股价 相比的话 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但是你看那个 深圳和那个创业版 它那个股价 再掉一半的话 还是高的 所以这个股市的话 就是如果是很多人 去掏钱的话 股市的话会暴跌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大家把这个希望的话 都放在的话 我能够到A股里面去 去弄很多钱 维持我这公司生存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在这一两年的话 可能会被打破的 就是这个 这个有公司活 是靠股市活 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我觉得是 可能是这两年 这个梦的话 是会打破的 我觉得从 这个 中国的就是 其实创业的环境的话 在全世界 我自己看来 是最困难的 中国经济 在30年发展 经济增加了30倍 但为什么中国出现很少 有品牌的 有技术的公司 这个原因是什么 在其他国家 你看任何地方发展 高速发展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大批企业 变成世界知名企业 像那个 很小的地方 像台湾 台湾也出了 像那个台积电 像鸿海这样的公司 在他们的领域里面 全世界的话 是最优秀的 你看韩国的话 出现了三星 就是现代汽车 在他们行业里面的话 也都是比较领先的 在日本 根本不用说 当时80年代 70年代 出现了一大批 从汽车 电子 到那个像机器人 等等之类的话 都出现了一大批企业 而中国的话 这30年 增加 这个 经济的高速发展 就是很少有 那个就是出现了 就是品牌和技术公司 就是非常少 我能看到了 世界级别的公司的话 可能就华为一家 其他的公司的话 都是红了一阵子之后的话 就朝下坡路了 就是那个 这个是我值得我们 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中国创业 做好公司会那么难 我觉得这个核心原因的话 是一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刚刚说了 中国投资过多 就是一个中国政府的话 是 推动投资 招商引资 任何公司赚了钱的话 政府的话 都想去招商引资 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创造很多竞争优势 然后都是靠政府补贴的 那政府补贴的竞争的话 一定是 把这个行业给搞坏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所以作为这个 中国的话 企业的话 发展的话 不是很顺利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 这么大一个国家 主要的话 是外资企业带头的 中国的出口的话 是差不多五分之一的GDP 几乎都是外资带头的 中国的消费行业 也都是外资带头的 所以这个是 自己的 民主企业的话 起来那么难 我觉得这是 我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就是这个 招商引资 这个模式的话 对公司的发展的话 是非常不利的 政府的话 不能够看到 哪个行业有钱可赚 就去补贴 搞竞争 这个是 现在那个 补贴搞竞争的话 已经延续到了 那个创业 这个行业来了 创业创新 政府这样搞补贴 去支持创业创新 对这个创业创新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也是有负面的作用的 最近我看到了 比如说 那个机器人 现在最近最火爆 大家是机器人 中国去年销售了才 六万六千台的机器人 但中国现在出现了 三千四百家 做机器人的公司 但为什么呢 这个是 而且这些公司的话 都是进口零配件 然后呢 组装的 它没有自己的技术 为什么中国 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呢 就是因为 那个政府补贴 政府拿了钱的话 你做机器人的公司 它就给你钱 所以引起了那么多公司来做 就这个行业的话 怎么能做好 机器人的话 确实是我对机器人 这个行业是非常 我觉得对未来的经济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做事件 做的最先进的是 那个 是那个日本人 日本的公司 做的最先进 在美国的话 美国也在 也在朝前走得很快 美国想通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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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 AI的话 这条路走出来 以后 以后去超越日本 就存在这个可能 那中国现在在做什么 中国现在在做 这么多公司 就是做组装 没有任何能有规模 即使 日本 叫韩国公司 刚起来的时候 也是做组装 但是他因为有了规模 有了盈利 他以后就做了研发 然后呢 就是做 变成了世界领先 像那个 三星电子这样的公司 三星电子 酒办 也是个破产的公司 现在是 世界上做到的话 这个行业 是的话 是 他是不光是手机的话 是做得好 他是芯片这个行业 全世界做的第一的 他现在那个 连那个 就是那个 做那个 光板 全世界也是做第一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公司的话 是做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是 所以那个 中国的话 通过搞补贴 过多的竞争 就是这么多企业 大家都不赚钱 这个模式走下去的话 中国的话 这个我们这个 鼓励创新的 我觉得也是白大 所以呢 为什么 所以政府的话 应该从那个 市场里面的话 退出来 不要对那个 过多于热衷这件事情 而且对那个 创新的话 它有个很不好的 一个面是什么 它行不成一个 人才扎堆 你每个政府 都去鼓励企业 鼓励一个行业 所以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全世界都很 变得很风散 世界上的话 任何一个行业起来 它都是一个 扎堆效应起来的 那个美国过去 历史上 像汽车行业起来 是在底特列起来的 现在大家熟悉的 跪谷这个行业 是在 是那个 那个 IT是在跪谷起来的 其实其他扎堆的 很多像那个 叫电影的话 是在洛杉矶起来 你每个政府 都去鼓励 所有的行业 中国的话 哪里都行不成规模 行不成这个 人才扎堆 这个以后的话 这个 这个创新的话 怎么走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的体制的话 是一个 是一个需要做 很大的调整 才能够让我们 中国的企业的话 有这个机会的话 做大 做强 然后自己才能有品牌 有资源的话 去做那个 去做那个 真正的原创的高科技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很紧迫的一件事情 中国是靠 规模效应 靠劳动力成本低 经济发展到了 这个今天 但是现在世界的话 是一个到了一个 很可能又有革命性的 一个变化的时候 现在那个 大家听到过 就是西方的话 在研讨 研究那个 用机器人的话 做制造业 机器人的话 是突破点的话 是AI 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在取代 劳动力 去搞制造业 我现在看了 就是说 这几年的话 做成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但是你给他 10年 20年 做成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那做成的 要做成的话 对中国的经济的话 可能是一个 自民性的打击 所以中国现在 这30年的经济的发展 就是靠招商引资 靠投资 靠降低成本 这个模式的话 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这是值得 就是我们生施的 现在这个创业 确实是鼓励创业 中国有那么多人要创业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政府是可以 应该要非常珍惜的 但是我们 如果环境不变好的话 我们又牺牲了一代人 他做的事情又做不成 所以这个我们现实 我们这个体制的改革的话 可能比我们鼓励创业的话 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创业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要面对很多困难 大家都要应该 应该要考虑困难 想困难想得多 不要是把这个机会看得多 在中国这三十年 认为机会多的人的话 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把困难先想到 中国呢 如果你是创业的话 如果中国经济做了调整 对创业的人来说的话 是中国以后机会是非常大的 在那个西方社会成熟经济里面 主要是中小型企业 你想到日本 到日本跟德国去看 他经济的核心就是中小型企业 做零配件的 做服务的 他说是每个人做一件事情 做的的话非常精细 不可替代 任何做创业的人的话 我觉得就是最后 我就讲这一件事情 你在任何地方 你都跟全世界竞争的 全球化的话 特别是在那个IT 带来的全球化竞争 是让每个人的话 都不能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什么东西都是透明的 所以做创业的人来说的话 你不能够就是 想到我能做这件事情 你现在想到 我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的优势在哪里 是不是很容易被别人替代 替代 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重要 现在那个 像德国和日本的话 经济的核心的话 背后就是中小型企业 他做每件事情都做得是 最最好 是别人不可替代 所以这个是 而这个呢 是要通过很长的时间 去磨练的 所以我觉得最后 就是说 可以对大家 他就说 一句话就说 创业的话 不能举以求成 举以求成的话 你一定是去赶泡沫 你赶 你聪明的话 能赶上泡沫 但是呢 你只要想到 有多少能去赶泡沫 你要成功的话 这个机会的话 有多好 你自己要考虑考虑 是吧 如果你觉得 你赶泡沫的本事 没别人大 你就要靠自己的话 扎扎实实的 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做十年的话 你一定会就是 变成不可替代 因为你这件事情 做了精细了 变成就不可替代了 通过时间来换空间 这个是一个 对创业来说 世界上我看的 绝大部分成功 都是靠这条路 靠那个 搞一个概念 然后马上市的 成功的有 但不是很多的 绝大部分人成功的话 都是靠用时间 来引起自己的竞争优势 好好做来 进行竞争优势 所以我觉得 就是如果大家 只要仔细去做 中国的财富的话 财富一般是 GDP的三倍 GDP的三倍 这三倍当中呢 就是三分之一 是房地产 三分之一的话 可能是股市 三分之一的话 就是中小型企业 都不上市的 这是一个 巨大规模的财富 我觉得是 如果你好好去做的话 每个人的话 都能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最后呢 又能创造 为自己和为社会 创造好的财富 变成这个国家的 经济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是我给大家 留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十年磨一键 好好做一件事情的话 你成功的概率的话 也大幅度上升 好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谢教授的精彩分享 女士们先生们 下面请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投资界最著名的主持人 主持界最知名的投资人 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 黑马会副会长 杨守斌先生上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